我不要你讲了 我 当 你 我凭什么告诉你 公主也许对我不太了解 我这人吧什么都好 脾气不太好 根本就没有这种方法 什么 到时候你拿着找妖精 去找那个白晶晶和春三十娘 一照就知道了 我一直说他们是妖怪 你不相信我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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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葡萄 葡萄 你告诉我这儿为什么会有妖怪 我求求你快点出来行不行 你别跟我玩躲猫猫呀 葡萄 你的手 是不是让她给吃了 没事没事 出来混呢 这种事情难免会发生的 没关系 一定时间会长出来的 会长出来的 这都行 别管我的手了 我说点正经啊 你知不知道现在 整个妖魔界都在蠢蠢欲动 全都在等唐三藏到人间来 唐三藏到人间 那他们去找唐三藏就行了 干吗来我五月山 因为他会在这里出现呢 那唐三藏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呢 因为五百年前 孙悟空翻了天条 他师父为了救他一命 用他自己的性命 换孙悟空可以转世的一次机会 让这只猴子可以改邪归正 你还没告诉我 为什么唐三藏会到这 唐三藏为了普渡众生 去西天取经 满天神佛都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 连玉皇大帝都愿意给孙悟空 一个转世的机会 然后让他们师徒可以五百年之后 再度重逢 继续他们去取丁的这个使命 怪不得我长久以来 一直做着一个同样的噩梦 什么噩梦 在一片黑漆漆的孤独的环境里面 有好几双 一对对的色眯眯的眼神 盯着我看 没错 就是你这种眼神 好几次已经盯得我脸红了你知道吗 原来注定我今天撞腰 对呀 就注定你 你今天要撞腰 那你会告诉我怎么办 接下来就听我的安排 我自有对付妖怪的方法 别怕 你靠得住吗 当然可以 我相信你 过来 快 我跟你说 把这把头目剑挂在他们的门外 明天我们就来收药 啊 我不管 去去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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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较高 起来了 做药了 做药了 做药 不是药来了 起来 葡萄 葡萄 我想你应该没什么事吧 但是 你这个葡萄汁流出来了一点 没关系吧 应该 好了 看来我这个桃木剑是想我了 还回来找我 但是可怜被关在外面进不来 那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邀请大将军 这么小啊 什么这么小啊 别看这么小啊 他非常的凶猛好斗 勇猛非凡 是妖怪的克星啊 这么年 嗯 嗯 那我们赶紧出发啊 可以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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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行吗 可以可以啊 就把我放在这里 然后呢 把我的法器放在一边就好了 这法器非常厉害 人碰了没事 不是 妖怪一碰就妖力大减 元气大伤 能信吗 你这个 不管了 放这儿啊 很好 然后你就走吧 剩下的就交给我 有了坠穿法器 对付那两个妖怪 易如反掌 那行 那我先走了 那走走走走吧 好 主人要带漂亮的手串 我来给主人拿手串 笨蛋 不准吃我 快走开 走开 哎 谁在说话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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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了 我是来给主人拿手串的 嗯 快把手串还给我 不要走 快还给我 哎呀 哎呀 你回来了 啊 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哎呀 哎呀 我看你这一脸摔样 我就知道你肯定失败了 怎么可能失败呢 那些妖怪现在还在我这儿呢 啊 那是不是每天都要吃掉我几个兄弟啊 你多虑了 他们的目的是要利用你 他们不会吃掉你兄弟的 放心吧 他们不会吃掉我的兄弟 那我岂不是你连拿我兄弟挡一挡的机会都没有了吗 我天哪 你是不是想让我快点死啊 你行不行啊 哎呀 善哉善哉 周家人慈悲为怀 看来我还是不忍心对这些妖怪痛下杀手 至于其他的 你看地上你的嘴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你做什么事都没有靠谱 光你知道吗 啊 我还是得自己想办法 要是让那头蠢牛知道我这次无功而返啊 要是让那头蠢牛知道我这次无功而返啊 我请天大圣以后怎么在这个圈里混啊 话没面子啊 关键事啊 抓那唐宋的事不就泡汤了吗 啊 哎 又 又 这又酒又肉的有什么喜事啊 大圣 您可不知道 我们大王这两天啊又哭又笑的 而且还时常念着您大圣的名字 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让我们多买一些酒肉 您帮我们圈圈他呗 是是 你就帮我们圈圈他呗 啊 好了 这个我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随后就到啊 好 那我们先走了 等会儿 对 好了 走吧 快走 快走 走 你快点 走吧 走吧 好 牛 牛 牛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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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了 牛哥哥 贤弟啊 祝贺我恢复单身吧 贤弟啊 多亏了你的一片苦心 那个黄脸薄才会那么爽快的离开我呀 大哥能借我看一下吗 可以 你轻点 相如以沫 不如相望于江湖 你若阿好便是晴天 昨天的昨天你送我水晶之链 明天的明天你就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祝你分手快 想不到那个汉服还挺有文采的 哈哈哈哈 恭喜牛哥哥呀 牛灰木积雷山第一赞师王老五的身份呢 那好 我们事不宜迟赶快去抓唐僧吧 走走走 不不不不 兄弟呀 唐僧早已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何必急于一时呢 这个我觉得 如今啊好事当头 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番 好让天下人都知道 你齐天大圣不光是齐天大圣 还是分手大师啊 哈哈 没有 小子们 操办起来啊 知道 哎对了贤弟 啊 你要给我看什么 啊啊不是不是 是我看 不是 没有不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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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啊 你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啊 对 돼 是啊 locals 既然我们的 感情走到尽头 还不如放手 贤弟啊 就是血给谁的 啊 哎 鹿水虹眼 值得一提啊 古人荣突 decoration 今天贤弟也摆脱了麻烦 那更应该得庆祝了 是不是 恭喜啊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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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一下仙子 怎么哪哪都是你的杂货铺啊 因为我的杂货铺处处有分号嘛 那为什么我走到哪儿你就在哪儿啊 我这个人啊 天生就能闻到钱的味道 跟着仙子一定有得赚吗 对了 最新鲜的果子送给你 送给我 这么好 不过呢 我准备向你收取一些其他的费用 什么费用 我把它叫做心理咨询费 按时趁收费的 可笑 仙子啊 我提醒你一下 我是唯一知道你秘密 又能帮你出主意的人 就知道 对了仙子 芭蕉镇一行可有收获啊 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呀 上次你给的是假消息 那个什么铁扇的什么方法 都是鬼扯 这钱跟你无缘了 假消息啊 对啊 大意了 不过没关系 我蜈蚣杂货铺呢 蜈蚣不受禄 童走无期信用第一 既然上次没帮到你 这次就算你免费吧 说说你下面的想法吧 我 想 死 死 大惊小怪 你看啊 现在我跟紫霞都共用的是紫霞的肉身吧 一旦这具肉身使了 那搞不好 我们两个人的灵魂会跑到我青霞的肉身里 嗯 那么到时候 我就不用再做夜行霞白天 也可以出来造了 听起来很有道理啊 是不是 不过好像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你看 如果你的肉身受损 不管是你的还是紫霞的 如果肉身受损那就不完整了吗 比如说 我一剑戳死你 那你身上就会有个洞洞很难看的 再者你跌落悬崖 摔个稀巴烂很惨的 要么就溺水而亡 也会浮肿的 再者就是 火烧等于火化 你选哪一个 我选 啊 给我一点时间 有一种妖怪呢 专靠西人的魂魄来修炼 我觉得 这是一个办法 西人魂魄的妖怪 我倒是认识一个 好 好好好 再跳 很好 再跳 不表白 好 赶一杯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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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哈哈哈 自己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大家 哈哈哈 呀是你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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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哥哥 哈哈哈 这个 好像跟我们又这么热闹过了 是不是啊 对恭喜恭喜 但是呢有个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 这个关于绑架唐松这个事情 对我们事不宜迟了 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 我们不要提和尚来喝酒 但是大哥这个事情我们红尝 好吧 那就恭喜大哥 恭喜大哥 哈哈哈 大哥 那这杯酒喝完了啊 我觉得保家堂的这个事情 我们要同学 陈弟呀 你是不是分手了内心苦闷的话 我没有 怎么没有 这种事情怎么能瞒得过去呢 大哥我是过来人 心里总会有些不舒服 是不是 一点点 你别倒出我 结上离婚的时候啊 心里 哎呀 怎么不是滋味啊 啊 完全没有看出来 大哥我是成熟的男人 这点小事你怎么能看出来 哦 厉害厉害大哥 哈哈哈 厉害 哎这杯酒啊 我要敬你啊 敬你 帮我保住了家产 崇国自由啊 哈哈哈 应该的做地理应该的 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 好好好 好好好 来来来来 不过大哥 其实 抓唐僧这个事情 贤弟啊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说呀 怎么了 哎呀你帮我这么大的忙 所以我要把我的亲妹妹牛香香 嫁给你啊 啊 嘿嘿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亲上加亲 永远不会分开啦 嘿嘿嘿 哈哈哈 大哥别开玩笑了 结婚这种事情怎么能开玩笑呢 关于结婚这个事情 在我的人生理想计划表上 并没有排上这个事情了 那有什么关系 你今天排上不就行了吗 这这这这这不重要的时候 怎么能收牌就牌吗 这太随意了吧 而且大哥 你别开玩笑了吧 我啊 会耽误令妹的轻冲的 贤弟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这话的意思就是 瞧不上舍妹了 哎 我没有这么说呀 你这什么牛逻辑嘛 是这样的大哥 首先呢 我是个大丈夫 大丈夫壮志未愁 岂能儿女情长啊 所以说大哥 这件事情弟弟恕难从命了 那不是没瞧上 就是看上了 我没有这么说呀 齐天大圣的逻辑 果然跟别人不一样啊 好嫌疑 你误解了 我也不就叫你妹夫了 好妹夫了 谁是你妹夫 来来来 好妹夫 我这个谁倒是你 妹夫啊 来来来来 大哥我没有同情 不对不归啊 我不是你妹夫了大哥 你干什么呀 大哥 我们今天还没给你电影呢 给你个妹 哎呀你赶紧先来 喝得好烦人呢你 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啊 哎呀贤弟啊 哎呀你再多住几日 我这就派人去接妹妹 但是路程遥远 你不要太猴急啊 哎呀如果你实在忍不了啊 就自己 嗯 这 哎呀就自己再忍忍 忍你个香蕉啊 有你这样的兄弟吗 自己刚刚离开干嘛往往火坑里推啊 贤弟你此言差异啊 和我妹成亲怎么能是火坑呢 哎呀没有婚姻的人生 是不完整的有缺失的 我告诉你哥的人生就不需要完整 我是个浪子 浪子人生就应该喝醉裂的酒 养最兄弟狗 泡最靓的妞 我堂堂一个混蛋 你给我谈你妹婚姻啊 谈的就是我妹的婚姻嘛 哎 贤弟啊我们两个真的很像啊 都是那种特别有魅力的混蛋 我们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你有病吧 你不打扰早点休息哦 你快后悔的 我说了你一定会后悔的 后悔的 原来现在滚在这么有市场啊 你一定会后悔的 来 来 来 喝一个 喝喝喝 等明天事已结束呀 我一定好好摆一桌 好好宴请大家 好 放心 你干嘛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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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没想到你老子这么多啊 不过这个造型还蛮酷的嘛 你是谁呀 吓我一跳 我忘了 你见到我的时候 我还不是这样子 声音有点少 但这样子不重要 我这次来 有事找你帮忙 帮忙 黑山老妖帮你 好吓唬 这剑我认识 就是这把剑 把我从玉树临风变成了老太隆重 知道话了吧 你到底是谁呀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帮不帮忙 好 可是我怎么帮你呀 杀了我 杀了我 我真的 你脑都坏掉了 嗯 嗯 你确定要我吸你的魂魄吗 没错 可是这样你就死了呀 我知道啊 可是这是唯一一个既不伤害我肉身 我又能使掉的办法 而且这样你的魂魄就不存在了 我知道 在你的身体里吗 对呀 可是我是谁呀 我还可以从你的身体里跑出来呀 这倒是 嗯 这也太恐怖了吧 哎呀小黑 乖 你要相信我 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你只不过是帮我完成一个 手术罢了 好不好 如果我拒绝呢 什么 开玩笑 我们这么熟 我拦 来啊 来吧 打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忘了告诉你 印堂是我最敏感的部位 我刚完全是出于本能 你就是想打我 我发生我没有 哎呀小黑 别过来 你别过来 不知道青霞什么都好 就是脾气不太好 所以我的本能反应也会相对比较 暴力一点 我保证我不会来 你别骗我 真的不能骗我 好吧我再来一次 好 好 哈 你呀竟然敢东剑 不是说会不能伤害我肉身吗 你找死是不是 天主人家怕吗 我洗了你的魂泡 再从我身体里出来 太可怕了 那也不能伤害我肉身 听见没有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还是不能帮我完成这个手术的话 我就 来了 dri! 啊! ymor! koy! 啊! 我说你一个妖怪 怕什么鬼呀 纤士 对不起 我错了 虽然我不知道哪儿有错 但我感觉就是我错了 对不起您的婚夫 我真的记不了 妈 没时间了 废物 看来靠妖怪是醒不通了 算了 对不起 不过 不知道明天我又会出现在哪儿 希望紫霞这个贱人 不要再给我添乱 孙爷爷 我求求你了 可别砸了 八岁十年 八岁十小时 要是把我们大王吵醒了 我们大王可是有起床气的 要是把他吵醒 整个鸡雷山就完了 你是什么 我告诉你 老子今天心情非常的不爽 要受性大发 我就看这个十年的不爽 你能打我怎么样 你老子你老子要不服气的话 让他来打我呀 他来打我呀 他来打我呀 我 我怎么可能打你呢 你是我贤弟 贤弟啊 我就喜欢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当初玉皇大帝就是这样被你打服的吧 这是我贤弟的家 这是牛腹 他想怎么砸就怎么砸 你们管得着吗 贤弟啊 我这样在做梦啊都会孝心的 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改口叫你妹夫了 贤弟啊 你棍子掉了 继续砸 早得越岁越好啊 就到端练身体了 走走啊 跟我走了 你咋吧 咋 你咋 我大王说你咋吧 咋吧 去区区咋 抓唐僧不能再拖了 必须想想办法再行 你好 请问鸡雷山怎么走啊 鸡雷山 对 往这边一直走 这边 好 谢谢啊 谢谢 这什么鬼地方啊 紫霞这贱人到底在干嘛 这什么鬼地方啊 二郎神和四大天王 妖怪帮不了我 神仙应该可以吧 二郎神军功干之际 二郎神军功干之际 能否帮小女一个忙啊 金子霞 不 金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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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二郎神军三眼就能看出我的异样了 你们竟然敢出现在我面前 如今可是我通缉的药犯了 是吗 抓或不抓就要看各位的本事了 不过 不知道二郎神军能否都用仙法 帮我从紫霞的身体里弄出来 神军 青霞和紫霞是如来佛祖的人 一抓不一伤啊 否则仙子想让我们怎么帮你啊 很简单 杀了我 什么 仙子不要开玩笑了 虽然你被通缉 但如果杀了你 我们可是违反天条的 你不知道 我这几天都被玩坏了 你们要是不动手的话 我只好自己来了 干什么 我这有一个条件 不要伤我都肉身哦 我这 我要罢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拿出你们法器放马过来 我清晓宝珍 绝不追教 你竟然毒神来咬我 这样我的肉身会被咬肿的 你这乐器会损伤我听力的 这样我还怎么听别话 漂亮可爱啊 专禁的 大副 你脚软窩 为了你先给自己补补 这次真的要补补了 华 华 我最坦便跟我同快 我用键你又用键是吧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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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孙君 你的天目会炸烂我身体的 帮你做个年保鲜操吧 你们几个身为神仙 连个云邦我都都没有 实在我太失望了 青霞 我们对你一再忍让 你却不知后歹 我告诉你 你这叫袭警 大王笔告如来 定要你好看 好啊 赶紧的呀 我还等着卢安救我呢 哼 再见 没事吧你们 没事 没事 真是踏破铁鞋无密处啊 孙悟空 你死定了 这 这 这 卿兴响 你怎么在这啊 你让我找你找多苦吗 哈哈哈哈 这个 你听我解释啊 少废话 哎呀没时间了 哎呀清霞呀 那个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我先走了啊 又是你 仙子你睡在这里不冷吗 哎我听说最近牛府要大摆宴席 我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仙子你这么不开心 看来又失败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又错过杀他的心 仙子啊 就算你脱离了紫霞的肉身又能如何呀 之前你见到秦殿大圣 可曾杀了他 他每次见到我就跑了 对呀见到你就跑了 大不我借助紫霞肉身 抱着这愁再说 没策 我来 谢谢 哎 等一下 等一下再睡吧 等一下 你还没有付款呢 哎呀 给你记账了 青霞 紫霞 紫霞还是青霞呀 精神分裂 太可怕了 我这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呢 不行啊 我不能跑啊 跑也不解决问题啊 我得把那只死汤银抓住他说 冷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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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去 快 你 你 你快快快快 过来 好 给你吃个好东西啊 来 准备好 吃没吃 来 吃香蕉饼 咬住香蕉饼 来 来 踩 空 空 我 乖了 我 你让我挡着 我看我大王呢 大王 哎呦 大王 你的贤弟啊 就来到吉林山这几天 干嘛小子们可以害惨了 干嘛他还让我们屁股吃香蕉吗 这么厉害啊 大王 是呀 是呀大王 你那个贤弟啊 你那个贤弟啊 又粗鲁 又不讲究卫生 皮球怪 难道真的把先生球给夹了 就是啊 你们懂什么 男人就要有点个性才叫男人啊 我不管你们是大户人家 还是妖魔鬼怪 欠钱啊 就要还 发生了什么事啊 有一个姓孙子 在我们店里喝酒闹事 说是你们牛虎的座上宾 那这事就得你们管了 喝酒算什么 跑到我们店里白吃白喝 挑起我们老板女儿不说 连老板娘也一起调戏 我们今天必须找他算账 别在此 来来来 你们来来来 算算算算 算哪 贤弟息怒啊 我来搞定 我来搞定 你们说的姓孙的呀 他是我贤弟 不如这样吧 最近我们牛虎喜事特别多 我们宴会上的酒席 就由两位店家来承担 到时候 会有很丰厚的油水可以捞的 是啊 来人哪 招呼和两位店家呀 是 大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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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大王 贤弟啊 你又淘气啊 少安勿躁 不两天我妹妹就来了 牛虎 你是不是男人 你有没有原则 我都这么混蛋了 你还要把你妹妹嫁给我吗 你这叫混蛋吗 你只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 都会犯的一个小错误 贤弟啊 跟我去看看烟花上的衣服 我不结 我告诉你 混味不会结的 不守信用就会烂屁股 我警告你 现在 你就跟我去绑架唐僧 听见没有 嗯 贤弟啊 你怎么会明白我的苦心呢 啊 唐僧可以活很久 我妹妹的青春等不了啊 等你跟我妹妹喜结莲礼之后 我们再去抓唐僧也不迟啊 好 既然你想让你妹妹当寡妇 那我现在就自禁了 我断开我 哎呀 你这是干什么 很容易弄伤自己的 贤弟 你怎么了 贤弟 贤弟啊 我们说这银子 Okeo 你咋� innov Jet 大约 我为你激的 在哪一头 大约 咋叶湖啊 我给你 在那边 自己不这样 秘密告诉你 秘密啊 你们有什么秘密啊 哎呀过来坐下说呀 小哥 哇 哇 行李啊 你这个表演很精彩啊 怎么做到的 哎呀疼不疼 疼不重的 跟我现在跟你说呀 我怎么现在跟你说呀 说呀 实话告诉你啊 我不是孙悟空 你不是孙悟空 没错 我是六二迷猴 六二迷猴